欢迎收看明星逗逗乐 感谢收看本频道 婚礼现场照片爆出 调姓慧身穿一身洁白婚纱 露出鲜瘦美背 崔泰俊身穿黑色西装 俩人经典搭配 正面对着主持人进行宣誓仪式 现场布置以植被为主 展示了浪漫清新的气氛 俩人进行宣誓 光是背影就令人感叹太浪漫 现场亲友也是各种拍照留念 而现场调姓慧的圈内好友 也是纷纷到场 曾在现场 原来是美男合作过的李鸿基 也给高美男朴信慧献上了注歌 而且正是电视剧主题曲话说 一对新人挽着手 笑容明亮地看着李鸿基高歌 唱完立马献上掌声 令人瞬间回到电视剧的回忆沙中 朴信慧婚礼仪式完成后 还跟亲朋好友们进行合影 现场布置也是以花朵为主 朴信慧笑容灿烂 看得出来非常开心 而在婚宴现场到处可见两人的婚纱合影 据悉 调姓慧和崔泰俊是大学的前后辈关系 在2017年 调姓慧与崔泰俊约会被媒体拍到 当时双方似乎还没有确认恋爱关系 但感情已非比寻常 2018年两人再次被媒体曝光恋情 这次附赠了多达十几张的二人约会照片 随后两人经过经纪公司官宣了恋情 恋情也已经稳定发展了四年 朴信慧出道后热播作品很多 在亚洲都有很高的人气 她的天国的阶梯 原来是美娜娜 皮诺曹 继承者们等作品都十分知名 随后 这些年作品也减少 但是依然无法撼动她在粉丝心中的位置 此前 突然官宣结婚 就令外界十分意外 不过想来已经交往多年 感情应该很稳定 步入婚姻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如今 调姓慧已经怀孕 两人结婚后也将迎来新生儿 希望两人能够幸福 祝福新婚快乐 调姓慧和崔泰俊在1月22日举行婚礼 两人举行的是非公开的婚礼 主要是尊重双方家长 可能因为疫情不想太张扬 所以比较低调 没有更多记者媒体融入 但还是邀请很多明星出席了婚礼 婚礼举行地点是在首尔江南区的一个教堂 调姓慧和崔泰俊 相互搀扶一起走过红毯 接受大家的祝福 两人的婚纱照 被双方经纪公司曝光 男帅女美 非常扬眼 调姓慧虽然在怀孕初期 但看不出运向 依然很美 好友们都现身祝福 调姓慧很幸福 婚礼现场 部署了他们大量的美照 很时尚 也很扬眼 韩媒报道 出席的明星嘉宾不少 有一直和崔泰俊认识的好友 从练习生开始 两人就成为朋友 结下身后友谊 为两人朗读亲笔信 送上祝福 还有IU 男公民 李明浩 李瑞震 雪炫 南志炫 等很多明星出席婚礼 除了几个是国内熟悉的明星 还有几个基本上不是很熟悉 所以大排明星还是没有参加婚礼 可能他们都不是很熟 好友李鸿基 为这一对新婚夫妇演唱了祝福歌 是继承者们的OST 话说 这完全是剧迷们的福利 太给力了 杜景秀 为朴敬慧和崔泰俊演唱了鬼怪的插曲 看来这对夫妇在娱乐圈的人员还真是很不错 李迪还演唱了 万幸都是美好的祝福 新郎和新娘们都分别和好友们合影 接受他们真诚的祝福 目前没有留出李明浩和新娘以及新郎的合影 但滴社报道了 李明浩有出席朴信慧和崔泰俊的婚礼 可能为了避嫌或者比较低调的参加好友的婚礼 他和朴信慧在继承者们合作演出 成为好友 两位新人发表婚礼誓词都很激动 特别是朴信慧几度哽咽 两人在2017年开始恋情 2018年被曝光 相恋四年迈入婚姻殿堂 朴信慧在去年11月怀孕 目前也是在怀孕初期 朴信慧的近镜头略显发福 可能是怀孕的原因 两人是决定要一起白头的人 所以决定结婚成为一家人 他们就像偶像剧一样 会幸福地一直生活下去 新郎亲吻了并拥抱了对方 看来他们强烈感受到生活的幸福和美满 娱乐圈的明星情侣婚姻都不是很稳定 但相信朴信慧和崔泰俊是认真考虑后 结婚成为一家人 他们其实早在十年前就合作过戏 并没有迅速发展成为情侣 而是后来才接触交往 并且有了爱情的结晶 所以决定结婚生活在一起 能够接受到很多明星和亲朋好友的祝福 是两位新人的荣幸和幸福 希望白头到老 永结同心 天长地久